哈啰 你好 这段影片是要跟你分享 有关于心理法性财富 在这个部分呢 有一本书 就是这本书 秘密 很久很久以前 八年八九年前出的这本书 它里面有说到一个段落 它说 我们的目的只是跟宇宙去下订单就好了 我们只需要许愿就好了 而如何是宇宙的事情 那这个呢 让很多人听了一头雾水 我们在这段影片要来跟你分享一下 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哈喽哈喽哈喽 我们现在在 这什么夜市 花莲那个夜市叫做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要取名叫东大门夜市 还有彩虹夜市 还有彩虹夜市 然后这里有个神一条街 然后有一个街 哇 我这样看起来超黑的 对 因为我今天最近都在海边晒太阳 各省一条街啊 然后还有叫什么 原住民一条街啊 所以 是一个很大的 是一个很大的夜市喔 你们来看一看 这一个是 这一个是 哇 北港春卷 也是很多人排队的一间 很多人都会排这一间的这个春卷 有一个人今天他没什么胃口来吃饭 所以我们就来夜市买个粥 给他吃 我后面的这一间呢 蒋家 蒋家状元 不是 蒋家棺材板 蒋家棺材板非常有名 然后我们就 从小就常来这边吃 然后 不过我有好一阵子没吃啊 最近在健身 我们在前一段影片 吸引立法的财富篇的这个 免费影片里面 我们跟大家分享了 很多人去想要吸引财富 他们所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没有采取 行动 然后他们也不知道 所谓的频率一致呢 就是可能你的行动情绪跟思考 这些都需要一致才叫我们所谓的频率一致 那 有些人就会问一些问题 老师我知道我要采取行动了 但是呢 我现在问题就是很大 我就是明天 需要就是跑银行 嘎个 嘎个很多钱出来 我应该要 怎么样采取行动 怎么样采取什么行动 我根本不知道我要采取什么什么行动啊 他们会说 我根本不知道我该采取什么行动 那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那 这就带到 我们在上一段影片里面有讲到 就是很多人他们回去做很多练习 很多心理练习 然后去冥想 去观想 然后去调整自己的频率 让自己感觉好 可是他 其实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跟宇宙之间 他跟他的内在之间 其实没有培养成一个默契 没有培养成一个 沉浮跟什么 跟放心的这种感觉 因为他没有去练习过 怎么样 跟宇宙下订单 然后呢 不需要去想 如何去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书 这本书 他在里面这段 在里面的111页 非常非常棒的页数 111页 在111页 你可以看到 在下面这个段落 我念给各位听好了 可能看不到 这边是讲呢 你现在终于了解到 富足正在那等着你 你的任务不是去想出 金钱要如何来 而是要去要求 去相信 你已经在接收财富 以及当下去 感觉幸福跟快乐 至于其他细节 就交给宇宙去处理吧 很多人会以为说 那这样代表说 我不需要行动了吗 我觉得其实 就像我们上段影片所讲的 并不是说 我们不用去行动 行动是创造 接收我们灵感的一些方法 去显化我们梦想的一些方法 但是这里面说的呢 也没有错 也没有错 因为我能够 完全体会到这本书里面 他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 我在2008年那个时候 开始去 就像我在上段影片讲 我会常常做一些心灵的练习 我会到我们家的对面操场 然后我们去跑步 然后去 去改变 去改变我的情绪 让我的情绪 跟我的思考跟行动 都是一致的 去释放掉我的一些限制性信念 那很多时候 我会在另外一个场景 就是海边 我会在海边去 观想我的梦想成真的画面 然后或者是单纯的 只是平静的去呼吸 那很多时候 就会突然有一些灵光一闪 灵机一动 我有一些问题想要解决 比方说OK 我想要开始创业 我不知道怎么样开始 可是就在那一阵子 我每天去海边去做冥想 然后 就会有很多的灵机一动 突然到脑海里面 但是 到底什么样叫做 灵机一动呢 其实灵机一动 我们讲的很简单 它其实就是一些idea 它其实就是一些创意 这些创意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 就好像很多人去发明 比方说我们的电脑 硬碟不够用 很多人就会发明这个什么 随身的硬碟 然后让人们可以随身携带 那很多人很喜欢买iphone 或是一些很好的电话手机 买了电话手机 之后他们发现 就是有可能会刮伤 所以有些人就想到 OK 那我们可以创造一些保护壳 然后就产生一些商机 事实上 所谓的灵感 所谓的灵之一动 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脑海中 你会运用你的内在的一些心象 你会运用你的内在感官 你会运用你的想象力 运用这些能力 来创造出 来接收到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灵激动 大多数的人 他们都没有学过 他们没有学过 按部就班的学习 怎么样运用自己的内在形象 他们没有按部就班去学习 跟自己的内在去相处 他们也没有按部就班去 去觉察自己的限制性信念 他们以为 观想就是怎么样 观想就只需要去想像 事情已经成正的画面 因为大部分的书里都是这样教的 但是中间却少了一些事情 怎么接受灵感 怎么采取行动 那 想象力呢 我们内在的一些想象力 它其实也不是 只是用来想象未来而已 很多人就以为 我只要去想象未来 未来就会如实的发生 的确有这可能 如实的发生 但是中间到底怎么发生 我们是要学会一些方式 来接收到一些灵感的 你会看到很多的一些 心想师承跟观想的书籍里面 它都叫你巨细迷移的去想象 最终的结果 它是叫你省略这些过程 它直接让你变成最终结果的状态 因为当你变成最终结果这个状态的时候 你就是正在调整你的天线 就好像一个收音机一样 这收音机的频率 对了之后 就会接收到一些讯息 让我们知道中间 应该怎么样去做 但是这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去做 而是大部分人没有学过 按部就办去接收灵感 OK 所以当我们学会接收灵感的时候 会有一些差别 比方说 过去我们遇到一个问题 比方说我们今天需要一笔钱 我们需要 我们的事业需要去成长 我们会去问朋友 这是一定的 因为我们外在的一些 去找 就是解决问题的一些方式 我们会去问朋友 我们会去看书 我们会去听专家解释 那大多数的人 会怎么样 有一些人还会一直 不断的在大脑里面 思考一些解决的方式 他觉得他一定要想到 一个解决的方式 但是他 他没有去注意到 没有集合到 当他一直不断的思考 晚上在床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他的频率 他的状态 是焦虑的 他是在跟宇宙散发出 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状态 可是当我们学懂了 接收灵感的方法 我们就会多一个管道 让我们可以怎么样 让我们可以放心去睡觉 让我们可以 处在一个 比较 不一样的一个感觉里面 不一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可能 至少比较放心 然后至少 我们会相信 宇宙会给我们一些解决方法 当我们处在一个状态里面的时候 反而我们可以接收到一些灵感 所以我想 告诉各位的事 我想告诉你的事 这本书里面 秘密这本书里面 虽然告诉我们说 如何是宇宙的事情 但是这不代表 我们不需要去行动 只是 我们 有没有学习过 按部就班的 保持开放的 学习 弹性的去接收 解决问题的一些灵感 以前我们用大脑去想很多的事情 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去思考 可能解决问题有1 有2 或者是很多人就是说 只有要或不要 这两个选择而已 但是其实要跟不要 除了这两种选择之外 我们可能还会有第三种选择 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有创意的方法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所以今天这段影片我想 请你去问你自己 你有没有曾经 按部就班的去学习过 怎么样去跟你内在相处 怎么样去运用你内在的方法 你有没有曾经按部就班的学习过 运用你的想象力去产生 解决问题的灵感的方法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本书里面所说的真正的意义 我们在下一段影片呢 会再跟你分享 很多人说 什么样 很多人说相信 就可以做到 因为在秘密这本书里面 在吸引力法的观念里面 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学习要求 然后呢 相信跟接收 那有些人会说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细节 你就是相信了就能做到 相信了去做 就能够创造出来 的确 他说的也没错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只是我们会讲到 很多很多细节的东西 很多人没有觉察到的 比方说 大多数人遇到的问题是 他知道 他嘴巴上说 我相信我能够吸引财富 但是他真的 相信自己能吸引财富吗 很多人没有觉察到自己 嘴巴上说相信 但实际上 他的身体 他的潜意识是 根本不相信的 所以在下一段 我们会去跟你分享 性立法的财富天的第三段影片 不是说相信 就能够做到吗 那到底 中间的差别 到底在哪边 OK不要忘了 订阅我们的 YouTube频道 或是参加我们的所有 心灵八台的这些社群 我们有提供很多 线上学习的资源 让大家可以持续的 去吸收这些 转变我们内在 梦想成的一些知识 那我们在下段影片见咯 拜拜